民進黨應該已經忘記了 他創黨的時候 他所謂的情政 清廉 愛鄉土 因為我們二三十年前 每次聽民進黨他講就是 當時還在黨外時代 情政 清廉 愛鄉土 但是這個愛不愛鄉土我就不講 情政跟這個所謂的清廉 這一再的被攻破 清廉也不講 我們說情政 剛剛我們主持人講的 到了選舉到了 平常感覺起來好像不把一些政策 把老百姓要做的事情 好好的真的把它具體化 把它做出來 選舉到了就開始要用納稅錢 來做一個補貼 我講一講最近的那種暖冬春郵 補了多少錢 21億 現在這個春郵又要再補9億 腦農今天差不多要補30億 然後蔡英營政府前幾天 所講的這個計程車的補助 大概要80億 單單這三項就140億 這個很好玩 我們去年 2018年 整個年金改革省下的錢 就大概140億 好像就被這三個紅包給花光了 我要講的是 好像現在是農民抱怨說 因為我們的農產品的產銷失衡 那我怎麼賣得這麼 這賣不到好價錢 那就沒關係 民進黨就說我就發錢 我就腦農年金我就增加 好像要去安撫這些農民 甚至政策性的買票 然後旅遊業者說 現在陸客沒有來 我們的觀光客變少 沒有關係我就發錢 我就是暖冬我就發春郵的錢 然後計程車現在景氣不好 連高雄市計程車也變多 計程車變多了 但是遊客變少了 那怎麼辦 沒有關係 發錢 我就補助你換新車 所以我覺得 好像感覺起來 現在蔡英文政府 她能夠做的就是 等到選舉到了 我就來補貼 我就發錢 但是政府平常無能 他沒有辦法真的是 不負責任提出一個 長久的一個配套措施 然後讓人民感覺到說 你政府知道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還是在強調 像我昨天跟韓國瑜市長 我們就開一個記者會的時候 結束我們兩個要走回辦公室 他只問我一句話 邵婷你覺得現在高雄市的人 有沒有覺得活得比較快樂 比較有光榮感 等於是說 韓國瑜他在選舉的時候 他選高雄市長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他講的第一次就是說 他覺得高雄人不快樂 他覺得高雄人很鬱悶 那為什麼鬱悶跟不快樂 因為高雄 他講得又老又窮 所以他一上任之後 他就要針對高雄需要的 他就要去做 所以他拚命的把農產品外銷出去 他希望觀光客 希望投資要引進來 所以我覺得回過頭來 我是要奉勸蘇貞昌院長 我覺得你畢竟是在位的 人家說人在公門好修行 你至少還有一年的時間 你是不是應該把國家政策 人民需要的東西 應該在你在位的時候 在吵的時候 你真的要替老百姓想 你要做的是什麼 或許民進黨還有機會 趙婷議員對蘇貞昌有期待 因為蘇貞昌他是敗選省聯盟 他輸給何后宜30萬票 韓市長對蘇貞昌有期待 蘇貞昌我只給他一張的配額 這個是2008年的時候 蘇貞昌批謝長廷 轉移焦點也不能改變 事案事實 其實轉移焦點的就是 蘇貞昌你自己 你最近遇到 韓國瑜的質疑 你都是轉移焦點 這非常的糟糕 韓汉提到的國民黨主席的選舉 大家看到韓國瑜的得票很低 當然國民黨 他那一次選舉的時候 有很多黨員忽然跑出來 所以這個比例 你可以知道說 國民黨的黨員結構 跟我們現代的狀況 其實有一段的落差 因為主持人 我一分鐘補充一下 昨天韓汉講 韓汉昨天分析 策略性的民調其實非常好 因為在2012年的時候 民進黨就曾經有過這樣的狀況 所以民調的部分 我其實非常的保留 這是我們最近做的 六個民調的單位 我們王永忠史是最近 前天做出來的 連續六個民調 韓國瑜是六連勝 都是他贏先 排隊組合都他贏 但是民調的時間不一樣 調查的方法不一樣 加權方式也不一樣 藍綠的定義也不一樣 你在做加差分析 問到這邊 什麼叫做偏藍的選民 是你最近總統大選 有投過國民黨嗎 那是最近是哪一次 你從2000年或1996 所以定義也不一樣 民調的經費這個也很敏感 因為錢 民調很貴 所以當你綜合這時候 你就發現說其實這幾個民調 他不能放在一起看 這是民調發佈的時間 發佈的時間 所以我總的來說 我的決定就是 韓國瑜是六連勝 然後柯文哲是大部分跌 但你不要被一個 很像朱立倫贏了 你不能這樣看 因為我剛剛解釋過了 主持人我禮拜一在你節目講說 無論柯文哲選不選 韓國瑜都應該參選 禮拜二我遊走友台 3月5號這可以掉袋子 我說即使國民黨 有人贏柯 韓國瑜 這不是馬歐炮 這可以掉袋子的 我們回到這個韓國瑜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 柯文哲不選了 所以才把這個選項也拋出來 不論柯文哲選不選 韓國瑜都要選 即使有人贏 柯文哲 韓國瑜也要選 對 我回到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他講的是政黨 雖然韓國瑜的前後文 大部分在講民進黨沒有錯 可是他講這句話 他講政黨 不要被政黨呼嚨 政治人物歸捨蛋 然後他提到了2018的選舉 台灣整個民主生態改變了 我拿這兩張報紙來當我的結論 現在看這張報紙 這張是那天國民黨的敗土地公 當初2016交出政權不就這些人嗎 就這幾個太陽 就你們當過總統 部總統 公司倒閉的敗戰選手們 套柯文哲的話叫戰犯 不就是你們嗎 你看他們很奇怪 四個太陽情緒怎麼在談韓國瑜 到底誰是太陽 難道這個真的是後裔嗎 所以我認為我的看法跟這個 我來解釋我的看法 就是說你看這韓國瑜講的 台灣鬼混20多年 他這個一定不是從 蔣經國時代開始算 這是從2000年開始算 所以2000年 所以顯然不是這個2000年 所以2000年國民黨倒閉之後 台灣就再鬼混 應該是2016 你看實質經常進行倒退17年 這是主機總數最新的調查 倒退17年 他是從2000年開始算 算他現在是2019 倒退17年 所以這個總的來說 所以主持人 我看韓市長的講話 我的解讀不在於民進黨 我的解讀在於國民黨 我認為說 顯然韓市長他很清楚 其實民進黨現在犯 是以前國民黨的錯 所以我的結論是 我要呼籲韓市長 難道你要讓國民黨的錯 重複發生嗎 誰能夠改掉國民黨的錯 就是你 我們要你來改變藍綠兩黨 這兩個爛黨 你如果說你不選了 這個怎樣 我現在不考慮 那個都是場面話 我可以接受 我聽說你要讓以前的 國民黨班師回朝嗎 我們如何知道說 現在要選的國民黨這些人 誰改了 不知道 我們大家的這個 期望是在你身上 所以韓市長還要再考量一下 當然他這個話 有一些保留 有一些深塑的空間是必要的 但是不要忘了很多人對你的期待 就是因為藍綠兩黨都不好 你去年才能這樣贏 你是國民黨 你對國民黨感情 這些我們都接受 我們也不知道 他把國民黨這個口出比拔也不是 但是藍綠兩黨給大家的失望 不能柯文哲怎麼這樣子 我剛剛講柯文哲第二 柯文哲為什麼第二 柯文哲沒有黨 柯文哲只有他跟蔡壁如兩個人 還有一些小朋友什麼學姐 大牛什麼的 他的民調就第二了 為什麼 韓市長比我還清楚 大家對藍綠政黨失望 謝謝你的結論 因為徽文講的文字 我用比較文言講一下就是 他對韓國瑜的形容四個字 天眾英明 也就是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雖然這個想法這麼封建 但是我認同 我接受 你認同這個封建的想法 對 因為真的 如果照大家這樣講 而且韓國瑜他也真的講出一些東西 他講的那一篇 我也認同輝文的看法 他其實兩黨都講 而且這一點算是 我是覺得在現今政黨政治 他這樣講算很持平 所以你也覺得天眾英明 對 所以韓國瑜你就出來吧 你就代表你們藍軍代表國民黨出來 跟我們綠軍一戰 這才對得起台灣 對得起我們人民 這今天是課黑連線嗎 對 他是 這個輝文是 就是 輝文已經不是King maker而已 我上次就想過他是God maker 他是造神者 因為韓國瑜不只是King 不只是王 是神 是神 我是認為我們評估任何人的談話 任何政策作為 我覺得要同樣的標準 你像說對油電 對這個車子 計程車的補助 同樣八年以上這個補助 這次民進黨要針對燃油車15萬 油電汙25萬 全電動車35萬補助 大家別忘了 馬英九的時代 2012年就推了 2012年剛好他總統要連任 推到2016剛好 國民黨也要連任總統 不是連任 朱立倫換了洪秀柱出來選 2012 2015 2016 國民黨一樣當時就補助 就補助 不能說國民黨在選舉年也做同樣的補助 那就說民進黨現在補助就是不對 這個很簡單 八年以上的舊車幫助他們一方面 一方面計程車是弱勢 二方面 這八年以上的舊車在台北市跑 我們太舊換新針對台北市 針對全國計程車的太舊換新 是對我們空氣 不要在PF內容那麼樣的汙染 這個政策 基本上利益跟方向都正確 不過時間你當時有肯定馬英九嗎 我當時我的位置還不到 我還不到能夠歌頌他的地步 我意思說大家同樣標準 如果當時 當時我沒有批評馬英九 所以現在我沒批評我們民進黨 是正確的 因為這個政策是對的 這個政策是對的 不要忘了 國民黨是2012跟2015 16要選舉 統統都補 好了 選舉年2012要投票選總統 馬英九要連任他 他光是針對醫師 醫界的 他說要增加22億元 醫師的診察補助費用 22億 這是不是在收邊收買醫界 這是不是 可是大家普遍認為醫護很血汗 對 那計程車司機 計程車不血汗嗎 我再來提這個 馬英九提的 他高職要免學費 他兵制改全募兵 我請問改全募兵 還有高職免學費 這是大家可以討論的 也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但是當時大家怎麼不說 你這個是一種買票 更經典的 他舉債856億 來發消費券 他當時要舉債的時候 他說消費券發 他說這個不是傻幣 他說這個可以提升 我們經濟成長率 本來他說要提升1.2 後來又修正說低一點 0.66 結論是多少 對 結論是0.28 所以這是不是傻幣 消費券是2009 對 那不是全球 那是全球金融公報 那這個叫錢金 不是嗎 不是 不能說 這個也太前面了 他前幾年 前幾這麼前有用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是認為 政策的好壞 大家同樣一個標準 比方說現在我們民進黨提的 現在我們的年輕人出生率 嬰兒出生率降那麼多 這已經是國安問題 國安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大幅度 來幫助年輕人 他們生育的補助 還有年輕人現在 在社會上工作 很難找薪水又低 所以我們推出這個政策 是正確的 你說補助年輕人去春遊嗎 對 包括他們的免稅 單身40萬8年薪 那就是免稅 雙薪四口 如果有5歲以下兒童的 也免費 你年薪 年薪123萬都可以免稅 我們調漲基本工資 我們把學貸延長到4年 這都正確 並不是說不還 這是你可以4年不用還本 那只需要繳稀 這些都正確的事情 這有什麼不對 減緩年輕人 生活跟工作上的壓力 雙薪頂克族81萬年薪免稅 這都正確的事情不是嗎 所以我們同樣的標準來看 冷靜看待這個政策 這樣做好不好 對不對 而不是說 只要是民進黨做的 都是撒錢 就是政策買票 這樣不好 又是民進黨做的 或許為 你暫 YES 算是做的 是民進黨做的 不作為 沒想到